3,2,1,moo 大家好,我是Cooking Moo Moo 中秋節快到了 又是時候吃燈籠玩月餅 但其實除了月餅之外 蛋黃酥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準備的功夫由前一晚已經開始 浸紅豆 首先將150g的紅豆沖洗幾次 然後再加大約3-4倍的水 因為天氣還是多熱 我怕紅豆浸水會容易變壞 所以放雪櫃浸過夜就比較穩妥 翌日紅豆已經吸水吸得很飽 一夜之間變肥了很多 但我這批紅豆的質素比較差 有些不太吸水 將隔夜浸紅豆的水倒進去 然後洗一次 再把它倒進鍋裡 加大半鍋的水 大火煮滾後 轉中小火 煮大約40-60分鐘 紅豆是澱粉質 蓋蓋後 水很容易滾出來 而鍋裡的水也不能加太少 不然60分鐘後 一定會煮焦底 煮紅豆煮至軟了 用手指輕輕一按就會爆開 過濾了煮紅豆的水 再將紅豆打成溶 我用均質機 亦可以用攪拌機 食物處理機 或者用手動過篩 水少很難打碎 但水多又很難炒乾 如果想口感更加細膩 可以再過篩 但我太懶了 所以會直接炒一下 在平底鍋裡 加些紅豆蓉 用中小火炒乾 記得要用橙子 不停調整紅豆肉 不容易煮焦底 分兩次加60g白砂糖 喜歡甜點可以加多點糖 當紅豆成團之後 分兩次倒入30g花生油 或者其他沒味的油 讓紅豆可以吸收一下油 油份不多的關係 所以紅豆餡會比較乾 不怕油膩的話 可以加多一倍的油 炒乾的紅豆餡 直到它們來 會黏手的狀態 如果餡太濕 蛋黃酥會爆開 如果餡太乾 蛋黃酥會太難爆 而我炒過了 紅豆餡有點乾 大概成分有340g左右 放在一邊攤冷 紅豆餡可以在你做蛋黃酥前一日做好 或者你也可以買一些烘焙店會有的紅豆餡 然後輪到鹹蛋 我們拿10隻鹹蛋 在鹹蛋的膠袋裡撕走灰奶 這樣沒那麼容易弄髒隻手 再用水洗乾淨鹹蛋在外面剩下的灰 然後打蛋拿鹹蛋黃出來 鴨蛋的殼很硬 所以不妨可以大力一點 蛋殼碎了也沒問題 盡量過濾 黏在蛋黃上的全部蛋白 剩下蛋黃上的蛋白 也盡量要撈走它們 然後加少許米酒 或是玫瑰露酒 去搶去浸蛋的腥味 放在已經預熱了160度的焗爐 焗7分鐘 拿出來之後 當鹹蛋還有少許熱的時候 就用匙巾畫了底的殘鞋 紅豆餡攤冷之後分10份 每一份大概28g左右 用手把紅豆餡壓扁 然後包一顆蛋黃進去 右手配合左手褲口慢慢包起的蛋黃 現在就做酥皮的部分 這個是中式小包酥的方法 首先做水牛皮 將125g的中筋麵粉 和10g的糖粉放在大碗裡面 然後再加40g的豬油 首先用刮刀拌勻 豬油是動物性的油脂 它起酥的效果是比較好的 而且它炎展性度也最好 即是比較容易滾開它 焗出來也有香又酥脆的 再用手把豬油和麵粉搓成粗的麵粉粒狀態 把麵粉粒撥在碗邊 在中間倒50g的冰水 搓到麵團光滑 表面沒有任何麵粉 放在一邊 包保鮮紙 防止表面乾 等水牛皮鬆弛一個小時 在同一個碗裡面可以做油酥皮 將100g的中筋麵粉和50g的豬油混在一起 油酥皮是不可有任何水分的 由於油酥皮沒有任何水分的關係 也不需要鬆弛 將油酥皮分成15g一份 搓完它 包保鮮膜 防止表面乾燥 1小時後 將水牛皮分成10份 每份約21g 將水牛皮拉出光面 將醜的部分放在裡面和下面 水牛皮和油酥皮的軟硬度應該差不多 否則會很難包起它 也很難滑開它 將水牛皮壓扁 放油酥皮上去 再用左手的褲口慢慢收口 然後就靚仔的面 放在桌上 即是向下 收口的位置向上 將麵包棍放在麵團中間 平均滑開它們 將它變成長的桌圓形 慢慢來 記住麵團的厚度要均勻 不要滑得太薄 不然很容易爆開 然後由上而下 慢慢捲起它 放在布絲膜中 鬆弛15分鐘 當你做完10個之後 就已經差不多15分鐘了 再將麵團拿出來 滑開成一個很長的桌圓形 大約兩隻手指寬 都是由上而下捲起 吸住保鮮網 鬆弛15分鐘 之後就將食指 放在麵團中間壓扁 然後再將左右兩邊 向裡面收起來 其實就是將臭的面 放在裡面 同樣地 都可以將漂亮的那邊 向下放在桌上 收口那邊看著自己 用麵包棍把麵團撈開成圓形 圓形的直徑 大概要大個紅豆餡 2cm 放你的紅豆餡上去 再用左手的褲口慢慢收口 放在焗盤上面 然後就可以準備你的蛋黃液 即是蛋水 打一隻雞蛋 只要它的蛋黃 加一湯匙的水 拌勻 首先可以游一次蛋水 然後再游第二次 直至濕點水 再點點黑芝麻 點在蛋黃酥的中心位置 放在鷹魚二最180度的焗爐上層 焗10分鐘 再調低到170度 焗20分鐘 出爐了 切開就知道是龍魚鳳 唉 很可惜鹹蛋黃的質素一般 但紅豆餡給足料 酥皮又可以清晰看到很多層 非常吸引人的蛋黃酥 趁月快來中秋 快點吃蛋黃酥營月 記得Like這條影片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分享這條影片給其他人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